卷心菜投手的成长史 这一切还得从卷心菜投手三岁的时候说起 小时候的他特别调皮 自幼就没有人约束他 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发呆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 长大以后 现在的卷心菜投手 还保留着一颗童心 戴着一顶儿童帽 看来还是没有完全长大 这一天 卷心菜投手当着几个小屁孩 吹起了牛逼 我跟你们两个说 你们老大江王博士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还叫我帮他保守秘密 小包菜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 连我们老大都干不过你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我小包菜是谁 这点能力还是有的 说完大话的卷心菜投手 转头回家就睡着了 怎么叫都叫不行 就这样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醒来的卷心菜投手 转身就来到了泳池 洗了的澡 这小日子过得也没谁了 这温泉泡得可真舒服 真想泡个三天三夜 没事的他还喜欢站在高处 遥望着远方 就这样日复一日 卷心菜就三身而立了 现在的他 开始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 应聘上了植物村的保安 每天24小时来回巡逻 虽然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一个金币 但是卷心菜投手 还是坚持地做了下去 不单单是为了一个金币的工资 就这样 一干就是二十来年 直到六十周岁 卷心菜投手才退休 为了安享晚年 卷心菜投手来到了养老院 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我们下期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